以徐三石吃亏收场 第九百二十四集 自从纪绝尘来到唐门之后 可没少找他切磋 谁让他是防御战魂师 比较耐打呢 可徐三石的修为和纪绝尘有差距 纪绝尘的剑无比丰锐 每次都是以徐三石吃亏收场 以至于后来他看到纪绝尘都躲 终于 今天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凭借着融合的黄金戴帽 悍然战胜了纪绝尘 你是怎么拜托的 纪绝尘略微皱眉 还在思索着先前最后碰撞时的情况 换了其他魂师 贸然询问人家的绝招一定会被敌视 但唐门众人早就是袍子兄弟关系 别看徐三石总是躲着纪绝尘 但对他的专注还是十分佩服的 黄金戴帽是十万年魂兽 赋予我的躯干骨 刚才那是躯干骨的两大魂界之一 金规脱鞘 能够瞬间剥离一切负面状态 传送到我玄武之遇的任何指定位置 比瞬间移动还好用 不过用一次要消耗我自身三成魂力 消耗的比较大 哦 纪绝尘应了一声 转身向河边走去 徐三石郁闷的道 喂 我是老纪啊 我说你就不能夸赞一下 哥的强大吗 纪绝尘扭头看了他眼 强大 回头再打过 我 我这是自掘坟墓吗 徐三石看着纪绝尘一脸的无语 两人回到河边 江南南第一个窜了过来 一把就揪住了徐三石的耳朵 你显摆什么 还砸地 有力气没出屎了是不是 你看看这边震荡的一片狼藉 待会你别吃饭 饿着吧 省得你力气用不完 我不是故意的 我同意四石姐的意见 四石兄 你就该饿着 篝火全都散乱了 要重新弄 本来已经快开锅的鱼汤 要重新来过了 徐三石一脸谄媚 哟 别啊 好不容易我小师弟下厨了 怎么能不让我品尝一下的 来来来 大家都闪开 我来干活 一边说着 他飞快地扑了上来 帮着霍与昊弄篝 汤武童站在河边 看着众人挥鞋打趣 起了荣荣的样子 不禁有些发呆 虽然他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个群体 可是他发现自己竟是有些喜欢这样的气氛了 篝火很快重新弄好 鱼汤再次煮上 因为徐三石先前的错误 他主动要求负责看护鱼汤 另一边的烤鱼也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 货雨后 用叶骨一洗干净的树枝 一一穿好 架在另一边的篝火上 开始烤制 同时也拿过一些干粮 一起加热 大家都是年轻人 自然是女士优先 伴随着烤鱼的香气渐渐传出 谁先吃就成了众人竞争的最大问题 大家围坐在篝火旁 江南娜笑道 好香的烤鱼 我们谁先来 因为条件有限 以此只能烤制一条 霍雨后为了将烤鱼味做到最佳 并没有同时烤制多条 多条的话 在火候控制以及调料搭配上 总会有一点点瑕疵的 金子言笑道 谁最小谁先吃吧 比年龄好了 我最大先退出了 江南娜道 好 我二十岁零四个月 你们呢 她看向唐武童 叶古一和南秋秋 叶古一有些郁闷道 我二十二岁了 江南娜抿嘴一笑 看向唐武童道 唐武童愣了愣 你们先吃吧 我 她想说 我也不是你们唐们的 吃点干粮就行了 可是那边传来的烤鱼香气实在是太浓郁了 她竟然有些克制不住自己食欲的冲动 所以到了嘴边的话才收了回来 江南娜笑道 那怎么行 说好的 谁年龄小谁先吃 武童 你多大呀 决绝尘平静地坐在一旁 一言不发 徐三十偶尔撇过来一眼 笑容中却是眼含深意 那那果然给力 帮小师弟却是不找痕迹啊 别人不知道唐武童多大 他们能不知道吗 语浩早就说过 唐武童就是王冬儿了 唐武童道 我 我十八岁 是的 她十八岁 在年龄上 她比霍雨后还要略小一些 南秋秋郁闷地拍了拍额头 你才这么小啊 那怎么发育得这么好 唐武童俏脸一红 瞪了她眼 心中暗想 这些唐们的人 连女孩子都这么流氓 不知道为什么 她始终有点排斥南秋秋和叶古一 似乎是因为他们看着她的眼神中 总有些怪异 而这份怪异 令她不太舒服 看好了 谁进来啊 霍雨后的声音传来 江南南向唐武童 挪了挪嘴 唐武童俏脸还红着 在篝火的硬衬下 红扑扑的 更多了一分娇憾 她那柔嫩的肌肤 仿佛透明的一般 当霍雨后将目光 转向她的时候 眼神瞬间就凝脂了 唐武童站起身 走到霍雨后面前 伸出手来 霍雨后将一条烤好的鱼 和一个烤好的烧饼 递给她 唐武童忍不住脱口而出道 好香啊 烤鱼传来的是一股鲜香气息 而烧饼传来的 则是芝麻烤熟后的香气 分外诱人 谢谢 唐武童向霍雨后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回去 坐回自己原来的位置 在大家的注视下 第一个吃了起来 她先轻轻地咬了一口烧饼 酥脆的烧饼 在口中发出轻微的破裂声 浓郁的香气 混合着酥脆的口感 再加上略微滚烫的温度 瞬间冲入口腔 好香 唐武童略微张着小嘴 忍不住轻呼出声 这确实是她吃过的 烤制的最好的烧饼了 嘴里的烧饼温度降低 三两口就吃了下去 暖暖的 香香的 说不出的舒服 再咬上一口烤鱼 酥脆的鱼皮微咸 更增添了本身的鲜味 摇破鱼皮 顿时一股浓郁的肉汁 混合着鲜嫩的鱼肉 滑入口中 那鲜美的味道 令唐武童一双粉蓝色的美眸 瞬间就亮了起来 好吃 太好吃了 怎么会这么好吃 唐武童当然不知道 这条烤鱼和这个烧饼 霍与昊用了多大的心思 江南的这边 在排顺序的时候 霍与昊又怎么可能听不到呢 是冬儿要吃 他花费的心思 可想而知 为了将味道达到最理想状态 他几乎是用入微境界的精神力 完全覆盖了这两个普通食物的内部结构 在烤制的时候 控制的精细程度 简直就像是在制作浑倒器一般 虽然唐武童没有在称赞 但看着他不断加快地举嚼 吞咽速度 其他吉女看得也是食指大动 霍与昊接下来的动作明显也加快了 一条条烤鱼和烧饼 快速地送到他们手上 大家围着篝火 吃得不亦乐乎 而作为先前曾经捣乱的某人 自然是最后一个 才和霍与昊一起吃上 叶古一坐在篝火旁 吃着第三条烤鱼 她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很平淡 但如果仔细去观察 就能发现 在她眼底深处 有一丝淡淡的伤感 或许是因为心思细腻 心有牵挂 她在吃烤鱼的时候 分明能感觉到 在这鲜美的鱼肉中 蕴含着一份浓浓的爱意 而这份爱意 显然不可能是针对她而来的 南秋秋则要直白得多 她虽然没有叶古一感觉那么敏锐 但一边吃 却一边向叶古一小声说道 以前也没看得这么好 给我们做吃的 不过啊 这家伙手艺真好 就算不当魂师 当个厨子 也能混得不错 南秋秋另一边坐着的是金子言 听了她的话 不禁扑斥一笑 你竟然让史莱克 寻用未来的希望 传林塔创始人 去做厨师 真亏你想得出来 霍宇浩刚刚做完 最后几点烤鱼走过来 听到金子言的话 不禁笑道 做厨师很好啊 做饭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是难得平静的 等我以后 保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就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开个小饭馆 和喜欢的人 一起过一些田园生活 饭馆后面 开辟一片菜地 自己种菜 自己吃 在阳县家处 你们干嘛 都用这种眼神看着啊 她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所有人 看着她的眼神 都变得十分怪意起来 史莱克学院 海神阁成员 要找个地方开放馆 正在这时 一向寡言少语的 寄决臣突然道 听起来似乎不错啊 霍宇浩笑道 嘿 鸡兄 一起吗 寄决臣摇了摇头 不冷 徐森时故作紧张状 向霍宇浩道 一小时店 你可不要当着寻老这么说啊 不然的话 他老人家非跟你拼命不可 他还指望着你未来 继承海神阁主的位置呢 霍宇浩顿时苦了脸 可不是吗 对他来说 有很多责任 是没办法回避的 鱼汤这时候 也煮得差不多了 霍宇浩又添加了一些调料 纷纷递给众人 他坐下的位置 正好是唐武童身边 而这个位置 也是大家很自然让给他的 唐武童因为是最先吃的 吃得着实不少 四条鱼两个烧饼 此时手里就捏着半个烧饼了 嗯 好饱 吃不动了 唐武童俏脸上满是满足 烧饼 我帮你吃吧 霍宇浩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唐武童的眼神瞬间变得警惕起来 扭头瞪了他眼 想占我便宜 没门 就算是穿着我也吃下去 不要浪费粮食嘛 不如 我跟你讲个烧饼的故事 你再决定 需不需要我帮忙吧 烧饼的故事 唐武童疑惑地看着他 从前 有个五岁的男孩 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孩子 他和妈妈相依为命 寄人了一下 每天妈妈 都只依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着他 为了生计 哪怕是在寒冬腊月 妈妈也要在外面洗衣服 他的手上满是血口 妈妈很宠爱男孩 他总是说 他是他生命中的唯一 记得那天 天色已经很暗了 妈妈突然兴冲冲地 从外面跑了回来 因为生活的草劳 平时很难得 看到他脸上挂起笑容的 但那天 妈妈却笑得特别开心 因为 那天妈妈在厨房做工 工作完成后 厨房的厨师 给了他一个烧饼 烧饼是刚出锅的 热腾腾 香喷喷的 妈妈一想到 可以不让他的孩子吃窝头 咬一口白面吃了 所以他才特别的开心 为了不让烧饼凉了 妈妈将那火热的烧饼 揣在自己的怀里 等他将烧饼 从怀中拿出来 递到男孩面前的时候 他的胸口 已经烫红了 而那时候的男孩 却年幼无知 只知道去啃着那一个 依旧火热的烧饼 吃得分外香甜 唐武童呆呆地看着霍玉浩 难难地自言自语道 干什么说这个 本来吃得好好的 说得人家怪难受的 霍玉浩脸上 流露着淡淡的笑容 因为那个男孩就是我 你就当 我有烧饼抢包症吧 唐武童震了震 他这才扭头震慑霍玉浩 他看到他在笑 可是笑容之中却隐藏着一份苦涩 他的眼神更是已经空灵 给你吃 唐武童将烧饼递给了霍玉浩 霍玉浩接过烧饼 向他微微一笑 似乎已经回过神来 唐武童突然认真的道 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故事我听惯呢 啊 这一次轮到霍玉浩震惊了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唐武童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听过 烧饼的故事 是他第二次讲述 而第一次 是讲给王秋尔的 哪怕是王冬尔 都没听他讲述过这个故事 怎么可能 秋尔已经献祭 而且唐武童身上的气息 以及一些感触 都和冬尔一模一样 呆呆地看着唐武童 霍玉浩突然觉得 自己的大脑有些混乱了 你吃不吃啊 唐武童俏脸微微一红 哦 我吃 霍玉浩赶忙收射心神 咬了一口烧饼 烧饼虽然已经不怎么热了 但却依旧酥脆 还带着一分异样 令霍玉浩心中暖融融的 唐武童回过头去 喝着鱼汤不再理会他 只是他的眼神中 也同样有着几分混乱